我写影评那个是因为我们有一圈朋友 然后呢 他属于噎稿子 噎稿的价格就高了 你要是去投稿 因为你在江湖上没有名气 然后没人验你写稿 那么呢 你可能价钱就是我们的一半 假如我们拿到的是600块钱 你只能拿300 就是电影杂志向往噎稿 和往期投稿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没买过房子 我一直是个穷人 我在北京买自己房子 这老家也没有房子 我活这么大 我一套房子也没有 基本上都是妹子同情我 然后才让我活下来的 靠我我是养活不了自己的 都是女生养我的 所以每年一旦我没钱 我就去谈个恋爱 我让你女儿子来养我 就这样 上学啊 上学离家里越远越好 你看哪个地方离你家远 离你越远的地方越好 不要贪图享乐 不要老是享着 我放假离我家里近一点 我放假好为家 读书的时候啊 尽量能有多远就走多远 出国是最好的 你就看地理位置 离哪个离你家更远 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 也和你读什么专业有关系 有时候综合考虑一下